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当他一躺到床上去 明明想好好休息的 但是莫名其妙 就被压得喘不过气 但是说来 也真是蛮不可思议的 一个月 两个月过去了 但是他却因为这间 诡异的房子因此致富 而且还学会了这一项 神秘的象棋八卦占卜书 在网络上面有看到 相关的消息账品 是写什么 写说它是 它的算的方式很特别 主要是用棋盘 那听说实效性是 10天就可以验证的 连网友都来朝圣的象棋占卜 地点就位在嘉义县 明雄乡的某个村落 据说这一位被封为 象棋神算的冯文生 已经在这个地方 服务了36年 他本来不住在明雄 之所以来这里济世 说来颇为离奇 从神台门口往前走个几公尺 那边是一大片树林 树林背后是哪里呢 是全台十大鬼屋之首的 民雄鬼屋 为什么也带高原落脚在这里 和鬼屋为零呢 背后竟是一段秘星 俗称民雄鬼屋的刘家古宅 因为年久失修 原本华丽的八路客室楼房 变得破漏不堪 庭院内杂草丛生 到处都是泥泞 又因为大树遮蔽阳光 让这里在大白天 就显得特别阴森 入夜后 更是流传各种诡异传闻 成为知名的鬼屋 一般人对这里 恐怕都避之为恐不及 为什么黄文生会想搬来 当他的邻居 那时候老师就想说 我是个穷鬼 大家鬼 大家都是鬼 所以我不怕你 穷鬼不怕猛鬼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故事得从36年前说起 那时候因为他老婆 帮朋友 因为他朋友信用比较不好 没办法去借大笔的抽转金 所以就由老师的老婆去 帮他出面担保 然后帮他借 结果那本就跑掉了 年轻时的黄文生 曾经是台铁公务员 在嘉义市上班 他的妻子 则是专卖薄来品的委托行老板娘 夫妻倆本来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一天却豬羊变色 老婆的事业垮了 还背负大笔债务 那一天却是专卖的公务 怎么办 老婆北上打拼还债 那黄文生呢 烹铁饭碗的公务员 也只能留在嘉义 我去鱼楼我四十九月就已经知道了 人家看不见 自己没有在家 像我早来这里睡一间房 位于神坛庞巷弄内的这户平房 就是他当年落脚民雄之处 为什么会选这里 就是为了省钱 当时这个所在就是民雄 整个后面 很疑惊 200户没50户在住 我在跟他睡一千户睡六年 但是那间是盘一床 他就是有意思要买 他自己也不太大 本身清洗后 他说那间房 旁边的房子 不适合住 他不敢住这家 他不敢住这家 他就是住得不顺利 怎么会这样 连原房东都不敢住的房子 走投无路的黄文生 就这么住了进去 难道不怕出事吗 果不其然才第一晚 他就被缠上了 本身不要睡了 看着冷静 冷静 在这边我爬起来 拆不去 有什么事 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跟你伺了 不 都不要睡了 把你软软 给你的 软不看就啥了 是谁不让黄文生睡觉 是连房东也难以招架的他吗 我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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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似被鬼压床的日子 彭文生度过了好几个夜晚 失眠害他上班 毫无效率 这怎么行 这些东西就是说 不来有八卦不行 八卦缺无效 就有朋友跟他讲说 那你就去买八卦回來挂着 然后可以避邪 所以他开始画八卦 画八卦真能驱邪吗 市民的黄文生画过一个又一个 漫漫长夜 可是画一画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好像不是很灵验 因为照样来压他 这样来炒他这样子 后来他想说 那我就刻比较实体 就用刻的 那就开始刻八卦 八卦改用刻的 就会见效吗 三个月后 竟然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事 结果刻到 已经快刻到100个的时候 但是那个 无形的就现身了 就跟他讲说 我是要来教你一个 棋盘算命 就跟他讲了一些因果 然后也告诉他 一些人生道理 所谓的无形是阿飘吗 答案令人大感意外 到有一天的时候 那个 可能其实就出现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该传授你的 已经都传授完了 丞相用一座空城 就下退了司马懿的15万人马 功不能守 然后连累了三军百姓 背井离乡 两只子也 想都没想到 那个令他 夜夜不得安眠的无形 正然是三国时代 蜀汉的大丞相诸葛口名 从八卦易经到象棋占卜 黃文生说 都是朱德口名托梦 收把手亲自教他的 因为他走在这个地方 等待有缘人 空名是不是来扶这个老鼻 附近三角形 这个所在叫仁城 叫仁城 这个车 叫什么 叫仁城川 是不是东西要回合 韩式 要仁城 那是对不对 所以这空名来找 来电了 电铁离家来教我 吃到地理 不可思议的神明奇遇记 就发生在红恩森身上 不过当时的他 却不敢向别人 说起自己的遭遇 就怕被人当成异类 可是他也是最后 在梦境里面的血 他也从来没有去算过 所以他也不知道 到底准还是不准 结果又隔了大概 快一个月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来到这个村口 他就说这村口怎么会 家伙伴隔壁 好像出来在找人一样 他就问他们邻居说 你现在是在找什么人吗 他说没有 那些什么人的女孩 自华堡就跑掉了 找不到人 邻居失踪了怎么办 全村总洞员 找了一整天都没结果 轰恩森决定用象棋捕瓜看看 结果一补卦吃到一出现死卦 他自己吓了一跳 他不敢出门了 因为他不知道 怎么去跟人家讲 等到晚上八点多 那个小女生就在水塘里面 被撈出来 第一次补卦就这么准 黄文森也被吓到了 那时候想说 这个卦还可以断生死 所以他觉得这个卦 是可以相信的 后来他很同是有遇到一些瓶颈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跟人家讲说 沒關係我帮你算看看 你最近会找什么什么之类 结果每一个算都非常准 从此之后 黄文森在乡里间声名大噪 左邻右舍都跑来找他算命占卜 而他一概医务帮忙不收钱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靠着 空明森在教他的法门 从其他管道致富 就靠着和孔明解下了缘分 虹文森逐渐从谷底翻身 也买下邻居的房子 开启神坛祭式 除了象棋占卜以外 据说这一幅 由空明森指导的奎心踢斗图 也是由他传授的四幅法宝 他以前是算通缉犯 然后他要逛他家 然后下车 车车车 他想说 他就看我刮一百贵星 卷走就像那一百一样 他说 很好 很好 不然这百一我刮 我看他是カンタ幣 我看他也好不 fashion 他说好呀 带體 Programs 由正鑫修身 客给富里 八个字组合而成的 癶心踢斗图 是由黄文森 亲笔絢枝而成 但不过就是一幅提字图 拐到我家里能有多厉害 背后 背后到 birer 他一最漂亮 他说 你再一下 也沒有愛 要上班 他就去福茂 福茂生意的上班 上一人上兩班 上上的慢慢他就改變 一幅虧心踢斗圖 正有辦法使浪子回頭 真的假的 因為一百虧心讓他改變 到做恐怖公司的總經理 結果我要來找到他也不是我 虧心就是 他用我們的家庭或中家庭 這間有辦法溫泉 集繡白蝶裡的地下就虧心 走過去那種玩 要讓什麼人做 就是虧心去逼得去 看一看神桌上 滿滿一大碟各地學生送來的 應式通知單 準考證 都是要請老師在上頭 親筆畫上虧心踢斗圖 祈求精榜提名 他像是一個高雄人 學生人 那種高證 鐵頂來給我 有的虧心 可能是有條 來到大禮拜 給他賺一萬塊 我找這個 沒有啦 我就找生意 我找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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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多受人尊崇 洪文森依然堅持 空明森教他的正心修身 不談不取 這也讓這一名86歲老翁 成為家業民雄的傳奇人物之一 可惜他年事已高 目前是半退休狀態 問事服務是由他的兒子接班 相信老師親自出馬補掛的人 就看看有沒有緣分了 各地人 在乍場內 警覺知名 警察 成功 鳥